HELLO 大家好 我是VING的 隱藏著黑暗力量的鑰匙 在我面前顯示你真正的力量 錢包解除 庫洛魔法使 回憶鑰匙 開發商是中國月球漫步旗下的母夢者工作室 實際母公司為黑桃互動 在台灣則是以紅星網路做經營 曾經在約戰HD的影片中有介紹過 而在那時候的影片中有提過這款遊戲 竹竹也過了5個多月以後 終於出現了 如果不是他寄來內側通知 我還以為這遊戲早已經停擺了 台灣代理師施奈爾 就歡迎台灣又一間廣告代理誕生 遊戲其實有個看起來很正常的片頭 本來以為可以看到死神降臨 沒想到後續都非常的正常 反倒是讓我有點失望 你倒是崩一下啊 玩法著重在抽卡跟劇情 也有點戰鬥元素 但並不是很重要 全程只要跟著安排好的任務走就好 玩家完全不需要思考該做什麼 只要跟著點就對了 很純粹的賣情懷作品 遊戲的抽卡元素 是包裝成抽盲盒的形式 藉由收集各種造型的小英公仔 來解鎖其他各項功能 而當你完成當成的相關熱物 就會解鎖到下一層 如此的反覆在循環 就是這遊戲的玩法 而關於這小英公仔的升級 第三集的解鎖也不需要靠抽卡來取得 所以感覺這課金深度也不淺啊 這套簡單玩法深度課金體驗 在業界真的是無往不利 而主要的劇情表現方面 人物長相沒有太多崩壞點 雖然有些時候某些角色的身材比例會跑掉 讓你看起來覺得有點詭異 但整體上並沒有偏離太多 而且當你看過我之前介紹過的大款死神 現在看其他款的慢改手遊 都會覺得特別的香啊 演出方面也非PTT帶過而已 幾乎全程都有3D建模演出 並且搭配人物的動作跟五官表情 對原著的還原也很到位 並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美中不足的就是 目前完全沒有語音 全程只有BGM 且不能跳過或者快進 所以看著看著 就覺得很乾很催眠 非常適合睡前使用 真的也是蠻可惜的 要不考慮 把3D建模美術借給無奇迷途如何 而公告上是說 目前尚未實裝 但上架後會不會裝 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那稍微提一下不太重要的戰鬥好了 一般是出現在主線中 還有一些像小故事支線也會有 就是很簡單的回合戰鬥 召喚骷髏牌時會有特效演出 但因為遊戲裡沒有素質養成要素 所以其實這就是個可有可無的功能 另外就是有個換裝環節 可以幫小英搭配 那不同的服裝搭配分數不同 而目前解鎖的服裝也不太多 但通常在養成遊戲中 這都是課經典 其他還有一些簡易的小遊戲 但並沒有什麼重點就不介紹了 玩下來就是一款很平淡的遊戲 你也說不上那裡不好 但你就是找不到優點 外加這個跟海一樣深的匆忙和機制 我肯定是不行的 真愛檔 上吧 那順帶介紹另一款最近封測的遊戲 極盜 異能者 營運商是Joey Games 雖然感覺起來很像是台灣公司 但不論FB或者官網 本身的內容都很空閥 之前在台上架過一款 因格馬的預言 不過在上個月已經格了 而由這款遊戲往上追溯的話 可以連結到中國的點點互動 所以台灣的營運商 推特也只是輸出用的跳板 遊戲為二次元肉割動作放置玩法 前三個標籤沒什麼問題 但動作加放置等於什麼 歡迎各位自行填空 反正我是笑了 可以預見這遊戲的未來了 美術立位上沒什麼問題 配色上也蠻大膽的 衝突感元素十足 挺有時尚那味道 整體渲染的強度很重 感覺上有點像風山那種風格 但精緻度上還是遠遠比不上 然後所有人物的CV都是不響 該不會是從其他遊戲扒來的吧 而所謂的放置就是像這樣子 離線掛機等上線靈素材 就是你知道的那個玩法 而整體遊玩上的體驗很糟糕 優化極差也沒辦法提高正數 就是一個卡 且不論切什麼畫面都會各種loading 連在一般的起始狀態下也會掉陣嚴重 不然其他吃效能的動作遊戲也沒這麼誇張 更何況你的遊戲性也遠不如人家 而通關上主打多元素動作玩法 在手感上很糟糕 打擊感全高畫面震動 連招上也很不順暢 屬於各自技能各自放 蠻有一些放置MLO的味道 反正看得出來的就知道了 應該是不用對放對比了 雖然一次可以上陣5個人 但說白了你就是帶了4個AI 沒有什麼QTE或者交互信 都在各打各的 看到敵人上去猛咒就對了 並沒有帶來其他玩法上的創新變化 而獨特的肉割元素也都在掛機中被自動帶過了 所以其實也完全不重要 有跟沒有你也不會發現 遊戲中的抽卡沒有保底 而且角色跟武器是混抽 我沒有看到商城不知道未來會怎麼計費 但估計應該也是10抽800元左右 整體玩法看似很多元 但混在一起真的就不怎麼好了 動作遠不如深空之眼 戰雙等其他遊戲 肉哥不如等絕缺靈或者玩其他遊戲 放置的話市面上也很多 早已經是爛大街的同行互鬥了 反正整體上並不是怎麼出色的遊戲 結論 童中求易易中求童 見錢師騎不嫌換皮 最後來聊聊近期網易內側中 整天都在催他們要推出的那款 開放世界 不甘不克 輕度素質化 不賣屬性 文化輸出等大餅的 會呼吸的江湖 溺水寒手遊 不得不說 現在開發的操作也是很鬼 都把以前賺錢的PC版手遊化 然後再讓玩家去PC上玩手遊版 或許未來又再把手遊版的遊戲PC化 達成自閃自銷 無限套瓦 而ML遊戲大家肯定沒少玩過 除非你是直接表明完全是靠點卡營運 不然要繞開補課是不可能的 畢竟公司還是要給股東交代 而且與其讓玩家私下交易 這個錢看得到吃不到 還不如把這碗飯端在手裡來的實在 而這幾天看到各種內側的情報 玩法上還是傳統那套MNO 並沒有宣傳中來的那麼香 始終還是繞不開眾客的問題 畢竟不靠數值驅動仇恨買單 是很難割到韭菜的 所以衝擊量也只是一款 比較高級的收割機罷了 這江湖只適合給克勞呼吸用 平民還是去元宇宙發展就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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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感谢观看